除了他看报应 他刚刚也讲到了一个 在内部其实不同的立委 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没办法 最后就是硬干 硬把他们搬走了 现在赖清德 他自己房子却出了问题 除了台南之外 屏东这里也有一些变化吗 赵少康到了东港去大造势 他强调 石斑鱼可以外销到大陆去 受到了双方两岸之间的 沟通跟审查的机制里头 他强调是苏清权的功劳 要让石斑鱼可以恢复外销大陆 没有那么简单 重点是渔苗成长 到要检 这个机制要安全 每个环节都要注意 辛苦了一年多 他强调是在帮屏东的石斑鱼介者 打出了一条深入 所以屏东这些选情 其实上次县市场选举 就已经产生了 微妙的变化 有没有可能再变天呢 但今天早上有个最新的消息是 挺郭台铭当时要选 当然虽然他会来没有登记 帮他做联署的屏东县议长 周典论妇女 早上被带走了 现在最新的发展 到底有没有被升压等等的 我们还要持续观察 有最新消息 有帮大家update 不过目前说全案侦办当中 也有挺郭的人 我们之前一起讨论 最后选情关键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关键因素 现在都要把这因素降到最低吗 把曾经支持人都要来做追杀吗 那当然很多人联想到就是因为17号晚上 和我移到屏东照室的时候 是谁站在旁边 就是周典论妇女 是不是害挺国民党被收押 收押对不对 大家自己判断 是不是有政治破坏 他帮相关的人去 盘冤报屈的时候 结果现在自己也被抓去侦办当中了 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处理 所以在屏东这里 是不是有地方集结 要给潘梦安教训的这个状况 昨天我们也谈到了 关于苏孟纯 针对了这个地方前的自己同志 用这种图 来把他被上手铐的画面 来做羞辱的看板 反而苏正清的支持者 又有各种绿营的反扑的票吗 另外国家机器动起来厉害了 包括了王洪威爆料的是 公股银行们动起来了 这个群组是由卓榮泰所作证 公股银行们都有谁决定 政府决定谁派谁吗 所以得听话 在这个群组里 信赖金融名单 从何库一营上到董事到分行 经理都有 他干嘛 他居然是吸收大学生 到校园带风向 侧翼网军 青年选票 刚刚前一段我们谈到了 现在是民进党最担心的 所以今年没有吹票 没有车票折扣 没有让年轻人回乡 但是用这个方式到学校去带风向 帮赖清德救青年选票 官股银行 银行是谁的 官股是谁补助 我们纳税钱 既然公器私用 那当然卓榮泰是出来否认 他说 这个信赖金融是各地 从事金融支持者的 基层干部所组成的 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高层首长 那王宏卫提出来一些影片 还有一些对话的证据 那群组内这些成员 当然还有董事长级的 还承认 自己承认 搞直播社团 搞网络社团 这也是要跟上面表功劳 我有帮你参选做事 那以至于当然 现在整个各种的粉丝团里面 说赖神桃源造势万人响应 结果搞了半天 是在网络上想要带动的年轻人风潮 或者是看起来造势的 好厉害的样子 好棒棒 实际上呢 在分析很多地方上的人来看 却只有900人到场吗 那或者是在帮赖英哲造势的时候 空拍机排完字 完成了环岛 人就跑光了 然后又没有人了吗 这是代表着赖兴德 现在选战的大危机 亮哥 其实他这个是两种手段 一个就是司法手段 就好比台北市41个里长 被约谈 也有被受押的 高雄的也有 对 这个就是周典论他们就被带走 这个 选举选到用司法手段 那就表示已经风声鹤唳了 就是 于死往坡 表示这个地方真的是担心会输 对 所以才会都用到这种手段 对不对 那屏东 如果屏东也这样的话 那就 因为苏清泉事实上 他上次只输一点点 没错 这一次像帕梦安 他的 应该是他的侄子 苏梦淳 不是 苏振卿 说错了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打 真的是过头了 因为我以前也帮苏振卿卿 站过台 他有很多都是非常基层的 就是挺他这个人的 民进党的一些基层 那你这样 因为国民党在这一区是礼仗 所以 这个 这个坦白说真的有机会会翻盘 因为如果惹出这样的情绪 那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那用这样来 把那个苏振卿 司法迫害 苏振卿那个事情有没有犯罪 那个另外再说 我是说他文轩用这种照片 自己同事来侮辱他 对 用这种照片 这个真的坦白讲 选举很少人选到这个程度 那王宏威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一个是司法 然后选得很严厉 风声克力 那王宏威这个很明显就是 有人爆料 是 就是做的 群库成员 做的太明目张胆 那卓龙泰说没有 没有高层 当然不会找现任的 所以他是找前任 就横顾同性的董事长前任 可是怎么会嚣张造建议群组 老板讲这个东西我以前也碰过 因为我在财政委员会 没有人在用群组的 表示不怕 你群组泄密还得了 表示他们真的是很浪漫 用国家的金融机构来帮你助选 是 你怎么会用群组 我们 我以前 因为我当过两届的财政委员 没有错 政府会 透过公营的金融机构 来帮执政党的立委拉台 这没有错 比如说聚餐 让你去跑通之类的 可是不可能用群组 用line的群组 这个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到 无所谓了 真的 对不对 所以当然 王宏威当然就会有人去跟他爆料 因为不可能 公务员都是你的人 怎么可能 可是他用这个line的群组 就表示他无所谓了 所以你看这两个 我觉得都给我一种同样的感觉 就是他在用国家的权利 一个是严厉 我就直接约谈你的装脚 直接约谈你的重要的干部 我不管了 你动不了了 不管了 反正1月13号就要选了 所以 坦断你手脚 断手断脚 硬干 就硬干 知识不好看 也干了 因为群组比较快 变成这样 就是不讲究知识的优雅 或者是不要那么明目张胆 目的达到就好 是 所以刚刚为什么插话讲个司法迫害 是因为我刚好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 周典润妇女不是被带回去了吗 副议长卢文睿挑出来讲话了 因为现在这个司法程序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副议长卢文睿说 你清晨6点半跑到人家去搜索 你看这几波 里长的搜索约谈都一样 都6点半把你拢问 我就拔命三个金 6点半去搜索你家 然后把人带回去 他认为这个就是政治破坏 他扬言会发动抗争到底 兵哥 我要帮检调讲一下话 其实检调通常会去抓这种 都是特别选凌晨的 搜索票 发到半夜 他就故意了 一早拿到 他故意了 你看之前侯岸廷 那你跑不掉 侯岸廷 王秉庄 他们那个也是这样 他就故意发那个时段 因为他一发完 签完之后 然后他拿到你 你等于说你只要一拒绝 你等于就是抗船 抗船我就可以抓你 就是这样 因为我时间已经过了 其实他们每一次都用这一招 这个算是一个技巧 就是这样 可以拒绝夜间征训 可以 但是星辰就没 6点半就没办法拒绝 所以他就是故意跟你搞这种 时间差的游戏 当然你说这是不是二职 其实他们对一般的歹徒 也差不多都搞这样 所以就是 这是他们的一个技巧 可是问题来了 就像亮哥刚刚讲的 正常你在选战的关键时刻 你这样做会冒很大风险 因为其实你这样会让人家观感极差 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政府真的 黑手伸进来了 整个故意要用司法来打压 他们会在这个时段决定这样做 就表示情况真的急迫 他不这样做可能没别的招 平东台南这个地方 所以必须要用硬干的方式 来这样处理 所以这个基本上出来 就是两面认 因为除非你有本事 直接获得法官首可 直接把他积压 你要是让他没有办法积压的话 你让他出来 接下来你觉得收点论会怎么讲 他一定会动员所有人烦你的 这个百分之百的 所以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大 民进党会出到这一招 表示平东的选情真的非常危险 一定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 不太可能会去用到这一招 台北这边反而是相反 台北这边 他为什么要去搞那几个里长的麻烦 一方面当然是也是想要去影响选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 因为里长相对没有像周典论这么大咖 他希望造成一种寒蝉效应 就是这些里长 这个时候不敢再去帮许小星 不敢表态就好了 就不要表态然后不要去当阿调阿咖 这样就可以 他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每个地方采取的动作不一样 可是我必须说 民进党会用到这一招 表示这一次选举 他们真的已经没剩什么招数 他们就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赖皮疗这个事情 已经完全失控 失控到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因为刚好陈志晓其实 陈志晓教授为了南铁东西这个 已经奋斗好几年了 然后这一次刚好趁赖皮疗这个机会出来 我们刚刚看那个影片 你有没有听到那位女士她讲什么 我的房子都是合法的 我都是有建造 我也缴地价税 什么我都缴 赖清德都没有 结果她没有被拆 赖清德好好还在那边 而且还一副讲的自己很无辜的样 这个会其实造成强烈的对比 那会让很多人不甘愿 甚至连红横租 苏家全老婆都跳出来讲了 说我们当年那个是合法的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连民进党内部 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更不要说一般的民众 我真的到现在我也想不通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 用这种处理方式 我只能说这可能就是 赖清德的人格特质 可是这个人格特质 恐怕会成为这次选战的关键 因为我觉得这整个选战 已经被倒回来去年 就是整个民进党为了临之间的论文 去跟整个学术界硬干 的那种感觉了 那真的营造出这种感觉 我觉得民进党今年的选举 恐怕会非常难看 不要说 就是国家资源用在哪里 我们纳税钱用在哪里 国安人员的违法使用 现在连公股银行的使用 都还要吸收大学生到校园去 当公读生 当网军到社医 有没有太离谱了 这个蔡英文很早就讲了 国家队该出动的时候 就该出动 原来这是国家队 这就是国家队 所以说其实为什么 国家队会让很多人觉得 很怀疑 其实很多长期支持民进党的 一些经济学者 其实对于国家队 也是有保留的 因为这个跟过去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 这种自由市场的这种规律 其实是完全相反的 但我们现在从 在选举前我们看到 是从政治角度来说 国家队就是国家 就是执政党可以去操纵 而有利于长期执政的 一个工具 这个才是国家队 在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危害 如果政党没有办法 定期的轮替 那么就会造成新的威权现象 就会造成政商关系的凝固 这个冻结 就是长期化 这种长期化 勾结吧 这种勾结的关系 一旦长期化 其实就很难以去制衡 就会发生很多其他的问题 那当然回来就讲到 这个政商关系这个部分 所以第一 我们看到在蔡政府时代 是出现很多什么问题 第一个 就是它不是原有的公营公司 它是怎么样 公营公司再转投资 再转投资 那这种转投资的情况下 就会发现很多产业 它是不断重复的投资 比如像说资安这个领域 现在政府又成立了什么资安研究院 可是在这个资社会底下 又有什么台湾资安铸造 就有这些转投资的公司 它都是所谓的饭公股的公司 那这些其实最后造成什么 就是造成政府的时候 不断向外延伸 我们就不要讲其他我们看不到 最起码我们看到 饭公股就造成这种现象 其实台湾的饭公股很严重 有的人说 有的统计说 私下统计说 台湾的饭公股银行 饭公股的企业 已经占到我们GDP40% 所以不要看那个政府 网站说只有七家国营公司 不是的 因为很多的饭公股 它是散在各行各业 而现在就看到这个危害 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 讲那个石斑鱼 我觉得石斑鱼 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 政府过去怎么处理石斑鱼 去年石斑鱼被禁的时候 政府提出来的政策叫做 斑斑有石斑 结果很多人说 那我们的石斑鱼到哪去了 其实最可怕的事情 不是小朋友的桌上 小朋友的营养物残酱 没有石斑鱼 而是什么呢 而是那些厂商为了要满足 政府随口说出来的政策 人养马帆 价格也低 价格混乱 然后要去弄大的鱼 找不到大的鱼 然后这些你底下菜单 不断地改 你那个团扇业者 叫苦连天 现在就发现到今年说 大陆的依赖减少了 但是九成都销到了香港去 其实还是一样 完全没有办法 基本上来讲 这个石斑鱼的重新恢复 出口到大陆 其实就是提醒 我觉得是对蔡政府 最好的一个提醒 你只是动员民粹 你没有真的拿出办法 来解决农鱼民的问题 政府无能的时候 明天来做 又要说你中共的同路人 然后